赌中国一定会开枪 照搬俄乌套路的美国正提醒我们 不应该再抱有任何幻想 大家好 前两天美国空军参谋长阿尔文 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一个十分危险的消息 据他所说 美国空军将在明年这个时候 要举行一场亚太军演 联系的最重要目标 就是要检测美军在与中国发生 潜在冲突时的部署能力 结合美国政府的印太战略来看 美国空军的这一打算 它的动机其实很明显 随着我们中国在台海以及南海 这两个方向上逐步采取 更为激进主动的策略之后 他们已经坐立南安了 担心这两个方向会出现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中国会不会在某处开枪呢 说直白点就是 美国人现在就是在赌 赌中国会在这两个方向中的某一处开枪 所以他们要检测将要冲突式的部署能力 而不是发动战争之后的部署能力 当然了 无论是哪一种 他们妄图以武力干涉中国主权的意图 那都是非常明确的 那么既然美国人现在都打算 做好与中国发生潜在冲突的准备了 我们对此该如何应对呢 坦白来讲 正在做战争准备的美国人 也算是提醒了我们中国 不该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在这一历史时刻 对美国任何口头上的反对或者抗议 都比不上为战争做好准备来得更为重要 我们必须认清美国不断在台海以及南海拱火的目的 他们就是要照搬俄乌的套路 通过代理人战争提高我解放军平息领土争端进程中所付出的成本与代价 并以此图谋制衡我中国大陆的崛起 这里我就要说一句了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 那就是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解放军的军事力量 在过去的节目中 我们不止一次的讨论过 为了应对美国的潜在干涉 我们中国需要打造一支具有战略防卫深度的海军 比如要加强航母以及战略核潜艇的力量 为了遏制美国空军所带来的威胁 我们还要在无人预警机方面有所建树 最好是能够开发出一支更强的重型战斗机编队 让美国空军它有胆来就无路回去 除此之外 我们也要做好 一旦冲突真的打响了 就准备与美国在经济上彻底脱离关系 总体而言 中美之间关于台海以及南海的博弈 正步入与时间赛跑的阶段 在这个历史时刻 再多言语上的反对 也不如我们加紧备战 有句话说的好 能战方能止战 只要我们中国保持高水平的战略准备 不断的增强自身的实力 那美国就不敢贸然发动战争 冲其量也就找一个炮灰或者魁蕾 挑衅中国恶心一下我们而已 但是这却可能给我们中国一个出手 显示实力的机会罢了 好 我们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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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